詞曲 李宗盛 曲 唱 李宗盛 因為要採訪人嘛 這我後來就開始變得臉皮越來越厚 然後所以呢今天連訪剛都是我聞你的 因為很多問題都是我很想要問辰雪 然後做一個我心目中大前輩 然後就是有很多問題問了他 然後後來列了最後一個問題 嗯好可以先說就是 就是如果將來不寫小說要做什麼這樣子 然後呢,結果我列完這個問題以後 才想起來啊,我是對談人啊 然後呢,然後我自己就回答不出這個問題來了 後來我想了很多很多別的回答 那今天會想要就是跟大家分享的部分呢 大概就是剛剛說的嘛 就是我做一個少女 但是其實我大部分的時間 都在三重這個地方工作這樣子 在這個地方就是求學啊 在這個地方吃任何東西 大家一講到三重 好,壞一點的可能就想說 啊,那邊有很多打打殺殺 有很多社會事件 所以呢,我最近的工作就是了解 這所有的社會事是怎麼樣子的 就做一個採訪記者 大家也許過去有聽過天台廣場 爸爸媽媽只要是五谷人、蘆洲人、三重人 都會說不要去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非常亂 那那個時候呢,我就會說 好,我就乖乖聽爸媽的話 就去念書沒有去這樣 然後長大以後呢,才發現 原來在那個繁華的商場背後 還有另外一個地方叫做二九街 那你看光聽二九街 根本也不知道這是哪一條路 然後這在什麼地方 Google map也不會告訴我的 什麼都找不到 後來我才發現 那是一個很多很多獨居老人會去的地方 果然去了以後呢 常常就會被驅趕 那大家就會說 記得不要來拍啦 然後不要拍我 可是他又很希望跟你講說 啊,我們那個四樓前面啊 都堆滿了垃圾 都是那個房東非常不負責任啊 希望你們可以去處理處理這樣 就把我們當作的小弟小妹再使喚 然後我們還不是最慘的 因為我們其實只是去報道一下而已嘛 可是呢,最慘的是那邊的區公所 那邊區公所就會說 我們是那個人文與社會福利科 但是他們就是要來負責處理這件事情 比如說處理到也覺得 好虧心喔 就是說,雖然你們是住戶 但是他們也不一定會願意撿那個地上的煙蒂 大家就是一個這樣的一個地區 可是呢,你問這些老人說 欸,那有一個安置機構 然後讓你們去 你們願不願意去 那那個時候 我很久以前為了寫跨界通訊的時候 我想要寫一群就是榮民啊老人 然後這些老人如果無妻無子對不對 像我爸他是58歲的時候才生我 那那個時候呢,我想說 我小的時候有接觸了很多那種阿伯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那他們都沒有小孩 然後他們有一陣子好像會住在我們家 他們就是有時候在中國啊 有時候在福建 然後有時候回到台灣 因為他們還是要回來領他們的那些 那叫什麼退休縫的東西 所以後來呢,我就會想說 那這些人就有聽說那個阿伯生病了 再後來聽說那個阿伯死了 可是我其實從來 我不像楊富敏一樣 就是說從小他在一個農村裡面長大 然後有很多的 出席了很多告別式 他參加的告別式 可能比他參加過的畢業典禮還要多這樣 那那個時候呢 我就想說他這些阿伯到底哪裡去了 我就在想說 如果問你要不要去安置機構 我想如果是榮民的話 第一個會想到的可能就是榮民之家吧 結果呢 我忽然發現題目是少女 但我們不侷限於少女這個部分 好,對不起 我超容易脫體的 但因為這是我最近關心的事情 然後 所以我就在想說 少女這個東西 誰才是少女 誰他有資格 然後那少女最擔心的事情是什麼呢? 可能不是我是不是少女 而是說如果老了怎麼辦之類的 這種問題 也許大家也都或多或少的有想過 好,所以榮民呢 後來我就想說 那他們應該 我記得我小時候去過榮民之家 然後我就開始 可是榮民之家都在一些遠離捷運 遠離鐵路 就是其實還蠻難到達的地方 他們就跟我說 一天應該有三班公車會上來 我聽到都傻眼了 明明就在三峽 離我很 其實離台北不是很遠 這已經是最方便的 那叫什麼 最方便的地點了 結果還是拜託同學說 拜託啦,開車啦 帶我去 結果我去了那邊以後 結果我發現這個地方其實有點像幼稚園 就是你到了這邊以後 從早上到晚上 你都是有課表的 然後我就想說 天哪,我現在都要睡到中午才有辦法醒來 如果早上八點 然後就叫我參加什麼團體康復 然後下午的時候 可能要折紙蓮花 我也不知道是做什麼啦 總之就是滿滿的課表 這樣讓我去安置 我也不要去那個安置機構啊 那我當然寧可就是住在三重繁華的後巷這樣子 那至少有得吃有得住 雖然也不是很好的選擇 然後領著一點點的低收入戶補助 那就是 這個叫什麼 頭可斷、血可流 但是我就是想要這一點點的自由啊 就是 對,我雖然只有 我就 他就跟我說 我低收入戶只有七千多塊 房租就要五千塊 這樣剩下多少 兩千多塊 那 可是他就會說 可是我想要去燙頭髮 燙頭髮就花了一千塊這樣子 那我也是覺得OK啊 就是 因為說真的還是有一些社會的資源 你有得吃嘛 然後住你也付了你應付的租金 說真的五千塊 對於 如果是整個大台北地區來說 不能算是便宜的一個地方 總之三重呢 就是一個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地方 然後我覺得我爸如果沒有生下我的話 將來應該就有很大的一個部分 會變成獨居老人 所以我整個少女時期呢 其實就是一個很普通的文學少女 就是那個時候就會想說 我要讀哪些書 我昨天去翻了一下 我那時候高中的讀書筆記 字非常的醜 當然現在也沒有好到哪裡去 但看起來就是像兩個不同的人寫的一樣 然後那個時候讀的作品 像是什麼 石鐵森的物須筆記 對 然後還有 總之就是目標就是讓大家聽起來會有 哇哦這種感覺的書 然後呢 到我後來出版少女不畢業以後 後繼寫就是說 啊我覺得我受到比較深的影響 是那個清小說啊跟動漫 我總覺得有什麼地方不太清楚的翻轉過來了 但是我覺得 大概隨著漸漸的不是少女 或者想要成為真正的少女的時候 我覺得我比較敢說出 啊我喜歡什麼樣的東西 然後有什麼樣的東西 也許是我覺得非常厲害 但是自己不一定寫得出來的 然後對 這就是我對三重的感覺吧 嗯就是我出生的地方 然後我知道陳學老師以前也在那個橋上的孩子啊 很多很多的地方書寫過不同的地方 那就 我們就今天互訪嘛 好謝謝大家那個 終於 其實我跟佑菁見過但是好像沒有真正的談過話這樣 然後聽他真的很少女就長得也很少女 那我來其實我蠻想剛好因為最近有一個導演吧 就是反正現在就很多人都會想要找一些IP啦你知道 就是會想要找一些可以改變成電影電視各種東西的文本 所以就就所以我也會被一些人咨詢 那剛好就有一個導演 他也不是導演 他其實好像是做時尚雜誌出身 可是我不曉得為什麼他認為他可以來找錢 可是他想做每一份 也許他也不是當導演 他就是想把台北史光這一個作品 然後做一個適度的改編 然後去找錢找電工出來合作一下 那是他跟我提了這個案子有一陣子 我才那天就把書拿出來稍微看一下 那其實我自己還蠻喜歡這本書的 原因是說他其實是 可能也算是我寫過的比較有系統的散文 那那時候就是楊澤先生在人間不堪最後一任的時候 邀請我去寫三少四狀 那那時候其實我也已經在玩臉書了 然後我也出了人氣運記之類的 可能就是心裡有一種很擔心大家要忘了 我是文學家的那種隱憂 所以他找我去寫這個散文的時候 當然我就答應了 而且我一開始我就 他是每一篇就是六百五十字的篇子 我就會刻意的用一種 其實非常淡非常非常淡 然後非常就是非常樸素的文字 想要去描寫我年輕的時候 經歷的一些時光 那每一個我後來才發現我每年寫的 一個都有吃的東西 可是這可能是因為早餐的原因 就是那時候我的腦袋想要吃的東西 但是後來我把它結集之後就 一直在想什麼名字嘛 我記得我寫的那個第一篇叫做 男子和麵攤 其實這是我在台中的時候 我年輕的時候 我年輕的時代 我們家小時候是住在台中縣 現在叫台中市了嘛 就是一個很小的村子裡 然後後來我讀了 在那邊讀了小學中學到高中的時候 就是在台中市讀台中女裝 大學到了中立 然後就又畢業之後又回到台中 我是到32歲 就算是2002年到台北來 才專業協作的 所以我那之前我都一直認為 其實我就是一個鄉下女孩 雖然說可能也有在台中市工作過一段時間 就是我覺得自己是台妹 或是自己是一個鄉下女孩 這件事情其實一直在我的心裡面 就是是我自己的一個基本的調性吧 尤其是我想應該特別明顯的是 我開始寫作之後 因為我記得我大學剛開始寫作的時候 其實我都沒有寫我身邊的人事物 我已經沒有寫鄉村 我也沒有寫小鎮 我寫的就是一些我想像中的城市裡面的人 他們就會在想像中的酒吧 其實那時候我也沒有去過幾個酒吧 而且我去的剛好都不是什麼特別夯的酒吧 所以我就會寫一些我想像中的 在酒吧裡的人 然後他們可能就會聽爵士樂啊 聽搖滾樂、喝那個飄酒 然後所以我想全部都是我想像中的 一種很時髦的、很奇幻的生活 那這樣的作品大概一直寫了兩本吧 兩三本 然後那當然也有寫情慾啊 寫可能統治都有關 可是我覺得那個時候的我在寫那樣的作品的時候 其實是一種企圖對自己出身 跟對自己到底是從什麼地方而來的人 這件事情的一種遮掩 因為我講一個例子 我們小的時候是住在村莊嘛 那我父母在我大小學的時候就 那時候1980年代台灣有很多人 突然間開始我們的定計起飛了 那我爸媽就投資一個生意就失敗了 我爸爸本來他是木匠 媽媽是就是煮飯的 在工廠幫人煮飯的很普通的家庭 那因為那件事之後 我們家就變成負債沒累 我爸爸就為了要賺錢 他好像就是 可能是我舅舅的人 因為我舅舅他們住在嘉義 是 我舅舅是一個角頭 就是那種 也不是很大的角頭 他就是負責在圍那個夜市的 那嘉義有一個夜市在體育館附近 就是以前選舉的時候 不是他們都會在那邊聽場 那個體育館 因為我初來去那邊擺過餐 那真的是一個很壯觀的地方 就是會有好幾千個餐子 圍繞了體育館的外圍 那我舅舅就是在做那種圍市的人 就是在負責周旋那些夜市的生意 所以他好像就跟我爸爸媽媽說 那你們來做夜市 因為我爸爸他是木匠 他也不會做什麼工作 然後好像賣東西是一個 只要你有一點點本錢 你就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很長期我父母就是在夜市 在黃文市場 在早上菜市場賣東西 那我當然因為我是長女嘛 我當然就跟著他們在賣東西 所以我想如果要說我人生的基調 應該就是在各種市場裡面觸摸 那個市場包括說可能就是 最早我爸爸是在一個夜 豐原的一個夜市 那個夜市是在廟東夜市旁邊 廟東夜市是吃的嘛 然後廟東夜市是叫橫的 它是直的那條全部都是賣服飾啊 賣皮鞋 就是賣一些生活用品的 而且上次比較好的都是店鋪 那我們家都是在那個店鋪的附近 我爸就租了一個電線桿下面的位子 他就用一台那種 我們以前講鐵牛車的那種 就是三輪車改裝的拼裝車 他就在那個上面賣女裝 那我印象很深就是 我們本來就是沒有位子 就在那個路燈下 後來那個老闆就把那個地方 蓋成一個像車庫吧 就把那個車庫租給我們 然後後來就像經過很多年 就從車庫然後變成一個店面 大概我想大概總共有五六年的使用 我們就是一直在那裡瘋狂的賣衣 然後因為那時候欠了很多嘛 那我不是說在那邊賣衣 到了後來已經有店面的時候 其實我們家欠債的時候 我母親就到台中去算是去工作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們要這樣 總之可能債太多了 媽媽要做一部分的工作 父親要做一部分的工作 不過假日的時候 我媽媽會回來跟我們一起把地攤 因為假日的時候生意總是很好 以前不是前陣子還有人說什麼 以前吸水都二千嘛 那個時候錢真的很好賺 然後錢很大 可是我們那時候欠的錢更大 我們欠了幾百萬 那時候幾百萬 我現在還是不能想像 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數字 但是那時候我們在夜市擺地攤 一天可能可以收入可能一萬以上 就是那個錢是很大的錢 就是很大的錢在進出 但是其實你也是要還一個很大的債務 然後那時候的台灣其實真的是 就是人家講台灣錢煙角木的台灣 就是我記得我們在那個夜市裡面賣東西 因為我們家是做無常的生意 就是那種畫底 就是要叫賣 然後我們可能都是賣那種很便宜的衣服 就是 所以一直到現在我就還是穿很便宜的衣服 因為我已經習慣了就是衣服是很便宜的東西 然後在那邊叫賣東西 然後我記得生意很好的時候 那條街就是像 就像以前人家講士林夜市 所以你不用走路他自己會動 就是那個人潮會推著你 然後你想要在那一攤對不對 你要在前面就剎車 是一個人潮才會把你推到那一攤 可是你可能就會被人要湧過去 然後人多到我們要賣衣服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站在台子上面 看著下面不對人家會一直偷走 所以我從小就是 然後爸爸媽媽就會叫賣說 一件多少錢一件多少錢 然後我母親是一個 我覺得我媽媽很像鳳飛飛 就是他其實有一種中性 然後他平常就話很少 那我媽跟我們講 他長得算很漂亮很古典 然後他就是平常的時候就很 好像氣息奄奄一個人 可是只要聲音很好的時候 就要講像人家都滿座的時候 我覺得精神就會很好 所以媽媽就會 就完全很來勁 然後就會在台上拿麥克風 就開始 他其實好像 我覺得有點像脫口秀 就是他會說一些很好笑的東西 然後排下來就會一直笑 然後他會用一種很奇怪的段子 來宣傳或促銷我們家的東西 然後他還會就是嘉欄客人 他都用一種 比如現在最流行的可能是綜藝100 他就會綜藝100裡面的段子 或者是最流行的 我其實沒有辦法再現他的那個 他的風采 但是就是他就可以把人 從很遠的地方全部都吸引到我們這邊來 然後買我們家的衣服 然後我們就一直收錢一直找錢 然後那我媽媽就是 等到人大概退得差不多的時候 就換我爸爸上來繼續的叫賣 那我爸口才非常差 他就是只會非常差 我爸是一個非常勤勞 非常 算是非常笨竹 然後不太喜歡說話的人 那但是我爸爸很勤勞 所以那爸爸喊了一會兒就是都會 突然間就啪 人就這樣散開 然後我媽媽就會趕快叫我來 因為我就算是有遺傳媽媽的一點口才的 還有我是一個很拼的小孩 因為我知道我們家欠很多錢 然後我們家的對面呢 就是那個時候 這一條馬路的兩邊都是死對頭 就我們家對面也開了一個女裝 然後比如說我們賣這件衣服 今天主打就是這件衣服 我爸就會叫我穿 他就會把衣服你穿上去 其實我還是一個小孩 但是他叫我穿 我也不能不穿我就穿吧 然後就今天主打這件衣服 就可能300件要賣完這樣 那就這件就是150或者190 那對面的人就會牽到我們這邊來 把那衣服買回去 他就賣130 就是然後就會很壞 就是會指出一些很可怕的招數 所以我心裡知道 這是一個很殘酷的戰場 所以父親叫我 叫賣我就叫賣 那我就會模仿我媽媽 但是我膽子比較小 可是我有一個好處 是因為我是一個小孩 就當一個很瘦小的小孩 穿一件很大人的衣服 在那裡拿一個麥克風 大家馬上就會心生同情 就是就會覺得很 就很古怪又很同情 然後我就會學他們在那邊叫賣 然後就叫大家來買 然後說一些蠻不負責任的話 就是 就覺得我一下眼神 有一陣子就流行ET的電影 然後我們家的那衣服 上面就會有一個ET 上面有一個手指 上面就有一個燈泡 它裡面就有一些 那種真的像電線這樣在裡面 所以你只要按那個ET的手指 它就會亮 我不曉得這種衣服要幹嘛 然後我就學我媽媽 我媽媽她就會講說 喔這個衣服 結果有客人在台下 都很喜歡冷宵味 她就問說 那個就是會不會觸電啊 然後我媽就跟台語講說 不會啦 如果電到怎麼樣 就什麼 反正就是幾倍還你啊 然後 那他們也會問我說 那個下水洗會不會壞啊 我說當然不會壞 可是其實我心裡覺得應該會壞吧 我也不知道 反正當然叫我趕快把它賣 結果我就趕快把它賣掉 那我們常常賣一些很匪所思的衣服 就是 可能就是現在很流行的東西 這個我講快一點 總之就是說 我高中的時候是獨裁中女中嘛 那我們大家都會講說 自己的父母做什麼職業 那我們的同學 他們都是各地來的精英 可能就是有人 爸爸是老師 有人是律師 有人醫生 也有人很普通就是做生意的 那我就想 他們問我們在幹嘛 我就說我們家開一個服飾店 然後這些少女就說 我們也要去你們家玩 然後你們家還有什麼 廟東夜市 那我們就坐著火車從台中到楓原 然後從火車站走走走 我們家離火車站不遠 走到我們家那一條夜市街的時候 我還是很興奮 然後我媽媽是一個很好客人 她已經準備很多東西要給他們吃了 走到我們家的店前面的時候 其實我們家的店鋪很狹窄 就是本來是比較大的 可是我們跟對面的賣皮鞋的人 他本來是我爸爸的好朋友 可是最後不曉得為什麼 他看我們的衣服生意太好 他就會去披女裝來賣 結果他也就做了一種 我們賣150菜賣130的事情 那我爸很氣就把 就是說要跟他們決裂嘛 那個店就變成被拆成兩半 所以就變得非常的狹窄 所以父親就把前面的棋樓也都站了 就擺得很長很長的 衣服都先到外面 然後吊著這樣子 然後我記得我領著 那些同學永遠的走到我們家的時候 他們的那種興奮 突然在100公尺之外 突然間就有一點暗淡 其實我在那一刻 然後直到帶他們進我們家 我媽媽就很大方的說 你們想要什麼衣服自己挑的時候 都沒有人要挑 那一瞬間我就知道 其實我一直不知道 其實我是住在一個很怪的地方 就是我們那一條街賣的東西 可是我們家賣的衣服的風格 可能就是比較像是那種 以前人家講 一些比較俗艷的衣服吧 就是說可能也是少女的衣服 可是這些少女可能就是跟我一樣 從鄉村來到這個小鎮買衣服 總之就不是台中的百貨公司會賣的衣服 然後我同學他們那時候都會穿什麼 我記得他穿什麼蜜雪兒還是什麼G2000 真的我記得G2000我記得印象非常清楚 因為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為什麼有一個衣服的牌子那麼長 我們家的衣服都不會有那種東西 就這也不會有一個牌子寫上什麼什麼 然後他們看到我們家的衣服的時候 就是一整個錯愕 就沒有一件是他們會想要買 會有些洞洞裝啊什麼 上面有很多亮片啊 然後我記得有一次也是高中同學就約我出去 我媽媽就找了一件紅色的 所以我現在穿了紅色的衣服 她會有點害怕 就是她不是這麼優雅的 她其實是一件紅跟黑相間的一件羊羹 是不是也是毒殺的 我小媽就說這件非常漂亮 妳今天就穿這件出去吧 然後那我其實沒有什麼審美觀 我到現在還是一樣 就那我就穿了 就後來我跟一個男生不是去約會 就是就是好朋友這樣 她帶我去看什麼冰上世界之類的 後來我去之後 她就跟我的那些好友說 那天我穿得好像酒家女 害她整個都不知道該怎麼當 我媽媽還帶我去美容院洗頭 她頭髮吹得很高 就是我就是一個這樣的小孩 就是說其實我到現在跟阿早在一起的時候 有時候我很興奮要去演講 不是很興奮就是換了衣服 她都會叫我先穿給她看 因為有時候她就會跟我說 真的太太妳今天不能穿這樣出去 我說為什麼我覺得這樣很好看 她說有一點觸目靈性 就是這樣 就是我有時候自己 那因為我衣服都在菜市場買 我就喜歡在菜市場買 我就喜歡那種衣服很便宜 然後大家很親切那種感覺 然後我覺得我應該也是蠻會看衣服 但是我會看衣服跟我媽可能有點像 所以我有時候會 其實這也是我的夢魘 這段講完就換戶越講 就是說我從我同學看我的內容眼神 以及他們最後很悵然的離開 就在廟東夜市吃東西的時候又高興了起來 我就知道說我們跟他們是不同階級的 可是我們到底是什麼階級的人 我也搞錯了 然後從很多細細細細的事情裡 我覺得我屬於一種 我收不出來的階級 因為我們家雖然欠債的時候 也沒有窮到沒飯吃 其實說有飯吃 然後爸媽媽也是會讓我們有一些學習什麼 就是我們並不是赤品 可是我們家的家庭並不好 我們欠很多債 然後我們家很多現金的流動 我們家有生意在做 可是我們屬於一種很奇怪的階級 到現在我都還沒辦法定位 這是一個什麼階級 然後我身邊的人一直到 可能因為我讀書都讀得還不錯吧 然後又好像如果我是年輕的時候 應該就是一個文青嘛 可是我完全跟一般的文青不一樣 因為我品味很不好 所以我沒辦法 我沒有辦法像人家那樣有一個 但好像很有品味的生活 我其實就是一個退休老榮林 加上那種有點半街友狀態的一個女性在家裡 前幾天我跟早餐人約吃飯嘛 然後就約在路口 有時候她就會回來家裡接我 那因為是約在路口 所以我就自己穿了衣服出去 那我不曉得外面天氣怎樣 我就穿上了我最喜歡的一件羽絨衣 所以是那個桃紅色的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走在路上的時候 她就說她以為是我們家附近一樣 很多流浪狗的那個阿嬤 她就說你為什麼要穿這樣 我說可是很冷阿 然後她也沒有顧你全身穿的 其他衣服是什麼顏色 然後又帶了一個紅色的帽子 總之就是我平常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我覺得應該還好 因為她沒有來不及看我的穿著 我就穿出來了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其實常處於一種 我會很焦慮我自己會打扮的不好 然後我也常常焦慮說 我會講話不得及 或者是 比如說我有時候在菜市場幫她買什麼東西 我知道我不應該在那裡幫她買 可是有時候我就覺得她要需要 她有時候就會蠻客氣說 這件還不錯呀這樣 然後我就會以為得到鼓勵下去 又幫她買了一件 錯 因為她喜歡鼓勵涼品 她不喜歡我買的那些花哩花啦的東西 可不可以都已經買超速的了 就是總之就是這樣 我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我從剛剛會不會講的那個三重 我覺得如果我在台北 我可能也是一個三重少女 就是我覺得我就不會是都心的那種女孩 我只是就算是吧 就是到現在我覺得我的血液裡都還流淌的一種 難以說明難以歸類的一種很野 有一種土性然後有一種野性 然後很難被品味循化 或者是也很難找出自己所謂的品味是什麼 然後可是放在寫作裡面 這可以等一下再來講 總就是這樣就是長成了一個現在這樣 稀稀乖乖的一個人 然後對這就是我的出生 可是其實我到了我很多年之後 我才有能力跟有那個勇氣 可以開始回去回顧我的頭 你已經去描繪那個 造就我成為現在這樣的人的地方 對我聽了以後我剛剛忽然想起來 我也是在夜市長大的 對對對身上這件衣服六百日圓這樣 然後這件衣服可以說到的是就是 其實我媽一直以為就是 就是買衣服這件事情 然後我從小也是穿著這樣子 譬如說就是也是小洋裝上面 有很多豬豬啊之類的 然後就是很開心然後去上學 變不日的時候特別開心 每次都很期待要穿什麼樣的衣服 所以我們家過年的時候 確實是會買大概三套以上的 之類的新衣服 然後很早就買了 然後就放在衣櫃裡面 我就在想說我除夕要穿什麼 然後初一要穿 初二要穿什麼 然後等到這個穿完以後呢 後面才可以 才可以真正的開始穿這些衣服 對 然後就其實是一個 明明就沒有什麼錢 可是家裡卻要 卻有一種奢侈的感覺 那那個時候呢 然後但我剛剛也說 我實在是一個很不接地氣的一個人 為什麼在夜市長大 還是可以這麼不接地氣呢 我爸就是在那個夜市裡面啊 而且是比較尾端的地方 這夜市 三重的那個三盒夜是直直的嘛 對不對 然後就開始往左邊彎這樣 他是在彎的這個地方 那那個時候呢 我爸在那邊賣鹹光餅 到現在我其實也覺得 對很少人知道這個東西 反正呢 我覺得吃起來就是硬硬的 然後一堆麵粉這樣 上面撒了芝麻 就是完全幾乎沒有滋味可言 然後呢 我也不懂為什麼有人要吃這個東西 那我爸就做了這個東西 而且呢 我爸的做法非常噁心 就是他放在烤箱裡面以後呢 要噴水 然後用嘴巴喊口水把它噴到裡面去 真的 對非常老派 還有我爸的廚房在二樓 對 可是他說噴槍根本不夠力 因為那種 對對對 對對對 這是需要一個人水合一的狀態 所以呢 對所以我媽從小 我們家的家訓就是 不要吃我爸做的東西 然後到現在 我還是幾乎能不要吃夜市的東西 就不要吃夜市的東西 那我媽也一樣嘛 她在自助餐店工作 大家知道那個 魚要煎得香香酥酥脆脆的 重點是什麼嗎 魚皮不要有水 好 那如果你去看食物與廚藝這種 那種分子廚藝的做法 她就跟你說 那請你用那個乾的紙巾 然後往那個魚的身上擦過嘛 對 但我媽是在自助餐工作的歐巴桑 所以她的做法是用抹布 然後抹布一次 有沒有感覺到 不要輕易在外面吃飯 所以呢 當大家說 在三重啊 喔三重好有名喔 你們家不能就那個薑母鴨 就有那個羊肉爐 我說 對對都在我們家旁邊 前面還有豬場那種分子 你們說的東西 我都知道 但是我就是沒有去吃過 對 只有朋友來的時候 就帶他們去吃 這樣子就更聽了 但是平常的時候 基本上不是 然後 可是那個時候 小時候 我就也不知道該在我的那個家長職業欄上面填什麼東西 因為通常都會說我爸是賣吃的嘛 這好像是我後來問出來的答案 可是更之前就不知道是什麼 做餅的 然後如果你練習英文繪畫 哪裡這麼吵的東西啊 對不對 同學都說 爸爸做生意啊 什麼什麼 如果英文的話 就什麼businessman啊 然後之類 cook啊之類的 然後我想說 天啊 那我爸到底是什麼東西 對 後來我就 就選了商人這個 這個單字這樣子 就賣餅 因為我覺得這樣造劇真的太麻煩了 然後 後來可是問題是 我同學就會說 那你們家在三合夜市 我們家也是啊 然後後來知道他們家是賣木瓜牛奶 非常有名的一家名店這樣子 然後我現在都還會看到我的國中同學在那裡 他們就說 那你爸爸在哪裡開店 可是因為我爸賣的是那種推車型的 他除了鹹光餅在上面做好餅之外 他會賣雙胞胎 然後雙胞胎就是拿一個大油鍋 然後放到那個 對 裡面炸炸的圓圓 炸大顆的這樣 那那個時候呢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其實我沒有一直陪我爸做餅 只有很偶爾的時候 在樓下跟他 跟他還有其他的 我剛剛說的那些阿伯 還有我媽偶爾會幫忙 那就是站在那邊 坐著 然後坐在一個板凳上 然後就是看他們炸東西 要拿給別人 炸東西拿給別人 可是呢 然後我印象最深的其實是 他們就是因為那個餅都是10塊錢 20塊錢嘛 100塊就已經很大 可以買很多 然後我就看著他們拿那個10塊20塊 然後丟到那個奶粉罐裡面 然後那個時候客隊 你有那個聲音 然後客你奶粉或是任何奶粉罐 不知道為什麼都會有很多凹槽嘛 然後那些凹槽全部都是有夠 然後所以就會覺得 啊 原來我媽叫我不要吃外面的東西 是有道理的 因為他們是同一雙手 然後就是拿錢給我 然後再炸東西給客人 這都是一樣 然後呢我媽就會說 叫我在別的地方吃東西 可是我覺得去別的地方 我也不知道吃什麼 最後還是回家了 那時候同學會問我說 欸那你爸在哪裡 他就是那種推車型的嘛 我就講不出一個店名 商店沒有名字啊 什麼什麼之類 我都會告訴他們說 嗯就是轉角有個很小的 有名的麵包店啊 那邊有一家麵包店 因為我會覺得 他們至少是店面 對那就是跟 跟我們的小攤車不太一樣這樣 為什麼我要自己做感動 然後 然後後來就是我 大一點以後 然後我在想說 啊我這麼不接地氣 一定是 因為我覺得那邊的東西都好可怕喔 嗯 然後欸對 然後國高中就很認真在看書 無論是考試也好 升學也好 那 嗯 可是到我大一點以後 穿衣服這件事情 對我今天都可以穿個大紅色 出現在他面前 然後會這樣子很開心 這樣子 然後自己說自己 這個是紅衣女鬼路線 那那個時候呢 嗯 我覺得因為是念了大學的戲劇系吧 然後說 在戲劇系裡面 什麼人穿什麼衣服都無所謂啊 反正都已經是 大家都已經是個社會邊緣的人 才會來到戲劇系這個地方 有的人成績好 但是他偏偏就是不念政治系 他就跟媽媽說 我就是要來抗爭 我要來念戲劇系 然後成績不好就說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進台大欸 但是我們就這樣進來了 是因為深情的關係喔 總之就是一個莫名其妙一群人的組合 那那個時候呢 但是我是到了 嗯 開始出去外面工作以後 然後遇到了其他同事 同事又跟我說 欸你要去逛符合橋嗎 我就說那什麼東西 他就說就是那邊有賣一堆二手的商品啊 然後 然後我到了那邊去我想說 這不就是我家嗎 因為我爸特喜歡撿破爛 就是那種榮民老人嘛 然後就是什麼東西都有 然後什麼東西莫名其妙壞掉的啊 什麼什麼的 然後我記得我們家還有 所以我看相片才發現就是 我爸也會撿狗回來嘛 然後也會撿風琴 這麼大的一個東西喔 所以我小學的時候 對然後 可是那個風琴 基本上你要踩超快 因為它會漏風 放會沒有聲音 對然後我想說 我怎麼知道這東西根本就是 我家 我們家好不容易在我爸過世以後 他把他全部的東西把它清光丟掉 就會把就是斷捨離 所以我現在家裡的東西都用很嚴格的標準 如果別人要買東西 我會很嚴格跟他說 那你知道家裡有幾個嗎 你知道那個怎麼樣嗎 要怎麼放 因為那時候我記得 我小時候也是很開心的便福日 然後約大家來到我們家晚 然後呢同學 我可能沒有那麼敏銳 敏銳到覺得100公尺的時候 同學的感覺就消退了 對但他們進了我家以後 對就是發現到處都是 就是家裡有四張莫名其妙的桌子啊 然後之類的 他說我沒有想到你家是這個樣子的耶 他是我的好朋友 所以他並不是要怎麼之類的 但是我就發現說 啊原來我的家跟我現在身上穿的衣服 給人的感覺其實是完全不一樣 我在外面可能是老師會叫我去做小老師 然後什麼什麼的便福 至少也把他洗乾淨這樣子的小朋友 可是呢回到家裡面 然後原來他們的家原來跟我是不一樣的吧 可是其實我能夠去的同學家 大部分家裡也是什麼工廠啊 然後家裡也有很多麻布袋啊之類 就這種小孩比較會互相招了 對互相聚集 然後說你到我家玩我到你家玩 可是有那麼一些同學他們家門禁是很嚴的 我們也沒去過 所以呢也就無從比較起發現說 啊原來人家家是這麼的好 那後來就是到了那個我說的福和橋以後 發現這個地方天啊根本就我家 我同學就說啊你看這裡在這裡台幣一千塊 根本就花不完喔 因為可以買超多的衣服 然後他就買一袋一袋一袋 買到就是那些賣就衣的就說 欸小姐你們是要拿去天母賣是不是 就是要必須提供給媽媽賣 我就說沒有我們都要自己穿的 我們就自己買得很開心 一件三十塊然後五十塊這樣買 結果呢他的 結果他媽媽跟我媽媽都有一個同樣的評論 你們不要亂買 要是買到死人的衣服怎麼辦 然後我同學這時候他的反應超好的 他就說我都會衰的話 我就會去行天公拜拜 然後我就覺得啊 原來要順著對方的邏輯 然後自己想好說自己要怎麼樣 在社會上有生存之道 於是呢這就開啟了我的二手衣之路了 好 然後所以我就會覺得少女這種東西 就是我花了那麼多的時間 去去了解別人文學中的少女 然後怎麼樣穿端康城的少女之類的 結果我發現說其實我還是不太認識我住的地方 然後我自己喜歡一些什麼東西 然後後來有一次 我不知道為什麼太陽花那段時期 有好多朋友都傳一個連結給我 很多很多人傳到我都在我的臉書上貼這個連結說 各位這條新聞我都已經知道了 不用再傳給我了 就是靜英王國 有一個少年 然後他是穿女裝的少年 我也不知道該不該稱為他為跨性點 他覺得我就是女生這樣 然後呢帶著另外一個未成年的少女去爬南湖大山 然後呢我就忽然發現說 基本上只要你覺得你是少女 對你們想要在山上一個沒有人找得到你的地方 創立一個王國又有什麼不可以呢 這種事情跟寫小說其實也沒有什麼差異啊 就是我還有我的夥伴 我們決定在一個地方創立了一個 只有我們自己才了解的王國 就是如果你想要是少女 不管你的年紀 不管你的性別 對我希望可以一直成為少女下去吧 接下來想講的是 就是我自己是到處去訪問 我就想知道 就是為寫作作的準備嗎 嗯 其實我 我覺得我沒有刻意的為寫作作很多準備 就是從 我大概是20歲的時候 開始寫第一個小說 算是比較正式的小說 然後大概那個時候就覺得 其實我很小的時候就想當作家 原因是因為我們家都沒有書 就是我很喜歡看書 我只要看到隔壁同學家 或是隔壁的鄰居家有書 我都會拿來看 那可是我們家就是沒有書 因為那時候爸媽現在都在外面 而且他們只有小學弟而已 然後我爸媽 其實他們頭腦都很好 可是就是家事的人 就是沒有繼續讀書 那我小的時候就覺得說 我第一次看到那種課外書 大概就是小說之類的 看了很入名 最後我就覺得我就是要寫書 我長大就要寫書 然後對我來說作家就是說 你的名字就會寫在那個書上面 這本書就是你的 我覺得寫書是一個很棒的事 就是它不用錢 就是你沒有錢你也可以寫 你把它寫出來它就是你的 這是我自己對於作家的一種想像 可是等到我當然 我後來也從高中開始 在學校接觸比較多 喜歡文學的朋友 然後也開始磨磨磨磨寫一些 散文啊 就是那種很軟調子的 不曉得是不是小說的東西 就開始知道說 大概寫作幾 其實你是必須要完成 某一種類型的東西 詩啊散文啊小說 所以到了大學的時候我就想 其實我是想要寫小說 我就寫其他東西給它不感興趣 那我寫第一個小說之前 其實我做了蠻多準備 因為那時候就是文青嘛 就是可能會在 就是在學校裡面 跟大概一樣都讀很多翻譯書 我們那時候的出版品 沒有像你們現在這麼雜亂 我們那時候假如你要做一個文青很簡單 就是《至朝文庫》可能讀一半以上 《至朝文庫》的時候讀一半以上 然後什麼《原景出版社》那些 我覺得大概讀個一千本 五百本到一千本印的書 你的程度就會不錯了 然後可能那些藝術電影看個五百部吧 一百部 兩百部 可不可以我覺得我應該有看 大概接近三百部之類的 就是說我所能找到 也許有的不是那麼大師 比如說我喜歡《烏迪爾倫》 我就把所有的他的電影全找來看 然後我們那時候還又搬回鄉下了 我們家街上有一個錄影帶點 那我每次去找像什麼《烏迪爾倫》啊 然後找什麼《波蘭斯基》 就是那種很難的錄影帶 其實找得到 但是他往往都會放在非常的上面 或者是非常角落的地方 所以老闆每次看到我都會拿一個梯子給我 他就說你想要的東西一定都在邊邊講講 可是我就真的會去找 那我們家雖然家境不好 可是有一個好處是 我爸爸是一個影響況 就在我很小的時候 他就很迷戀弄那種就是視頻設備 所以我們家有很好的觀看視頻設備的 比如說錄影 錄放影機 然後有那種以前那種大張的LED的那種播放器 然後我也在我很小的時候 我們家就有CD之類的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會借很多回來看 而且我還會拷貝送給我的同學 就是說我在寫小說之前 我做的準備就是讀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嚴肅的書 小說啦 然後也有讀一些什麼傘子傘八的心理學 整個學之類的 然後看非常非常多的電影 所以我寫第一篇小說的時候 其實自己並沒有很自覺的說你要做什麼 你只是有一種 你有很多想法 你覺得你想要拿變成一個小說 可是我那時候寫出來 老實說看起來就蠻酷 就是第一次 因為那時候我想要寫比較禁忌的東西 所以我有寫信 然後第二次是 那時候因為你看到的都是國外的東西 所以你寫出來的那個事件 它不像台灣也不像 我那時候住在中立是 一個很很像軍營的學校 就是你寫出來這是一個很抑直的世界 然後那時候這樣做之後 我同學看到我的小說都很害怕 因為他們第一就是有臉色 他們就會覺得不敢看就看很害羞 然後也會對你有一種想像 就說你是不是就是你有什麼我們沒有的東西 還是怎麼樣 那時候我自己就知道說 我寫的東西恐怕是不會受到一般讀者的喜歡這樣 那我覺得也沒關係 因為我早期就感覺是我們家裡一直很動蕩的人故 所以我對於寫作就是我想寫作 可是我把它當作是一件我個人很秘密的事情 我大學畢業之後就沒有去當編輯也沒有當老師 因為我爸最希望就是我去當老師 因為我們家家境不好 好不容易我讀到國立大學中文系畢業 他就覺得我應該要做一份就是比較光宗料主的工作 所以後來很多年我媽都騙人家說我在當老師 可是人家問他細節才說不出來 其實我大學畢業之後就去就回了台中 然後因為我不想要去公司上班 所以我就只好找一些就是服務生的工作 就是做很多服務生然後比如說咖啡店啊餐廳啊 然後各式各樣的 可是有時候也會跑到一些特別奇怪的地方去工作 那最後我爸爸就說你以前這樣 你不如回來夜市擺地攤 後來我覺得好像也不錯 那我回去擺地攤的時候他就很傷心的說 那你還不如小學畢業就開始擺地攤 就是擺到現在你也已經很資深了這樣 那可是我心裡自己就是覺得說 這些只是我的工作 只是我的正職 我從小時候我就覺得就是寫小說 我只是要掙一些錢來寫小說 所以那時候會寫小說的準備 應該就只是有想說 我好像想要多一些生活經歷 可是實際上那些工作也沒辦法讓我有什麼經歷 老實說 只是說現在回想起來就會很珍貴 因為我在當專子作家之前 我32歲專業寫作嘛 所以等於我從20歲 22歲大學畢業到32歲 10年的時間 我做很多服務業 然後後來擺地攤 最後我是在我爸爸的協助之下 就是去做了業務員 就是他跟一個朋友投資 然後我們就是送貨 送那種很廉價的手腳 到各個地方去讓他們寄賣 然後我的工作就是做在助手席 負責下去招攬業務 就是請拿一張明片給店家說 跟他詳細的解說 請他讓我們把東西放在他的那裡 這樣大概做了7年吧 就是一直在送貨 然後可是那個送貨不是這麼簡單的 就是出去就叫送貨 然後搬貨 回家就是要整理貨 要把那些貨 那些拿回來的手錶 一個一個有把它擦乾淨 然後校對時間 然後再把它重新裝到那個很漂亮的櫃子 我們的工作就是一天大概10個小時吧 就是早上出車 然後因為我們的範圍 後來還坐到台東耶 就是從台中這樣繞一圈台灣 所以我們最近的就是一天來回的距離 可能到雲林或者什麼虎尾 斗六然後北港 這種就是一天可以來回 那最遠就是出差兩天 就是要到高雄跟屏東 最再遠的就是去三天 去整個環島回來 那個時候我的女朋友 她非常跟我爸也要非常努力 非常寡言 非常恐怖 就是說 他們就是那種天生的工作狂 然後可以把事情操作到一種非常非常繁複的細節 那那段時光其實我有寫在台北時光裡面 我也是花了很長的時間 才有辦法比較平靜的去看待那段時間 其實那段時間對我 作為一個作家來說 我不曉得是財富或者是什麼 但當時我是非常痛苦的 因為那個時候我已經出了兩本出了 就是我在 我大學畢業大概兩年我就出版第一本出了 就是我其實才寫了四個小說 我就出了第一本小說 然後很快的又出了第二本小說 之後我就全職的在送貨 那講一個小插曲是 我剛出第一本小說的時候 就會有那種記者來訪問嘛 就是在做什麼 那那時候我確實就是跟我女朋友 在夜市擺地攤 然後好像有很多人就覺得擺地攤超酷的 就會反正在那個時候還沒有現在臉書 可能網路或者是大家搖一團之間就會說 有個作家他超酷的 他就在擺地攤 然後其實我覺得一點都不酷 我覺得超累的 然後我有一次跟我的女朋友去擺地攤 那時候在東海 我們在擺地攤不是一般的擺地攤 我們是從早到晚擺地攤 就是說凡是有地方擺我們就去擺 早上菜市場有位子 只要那種聲音很好的菜市場 因為他都騙我 他都跟我說 只要我們存夠了錢 你就可以專業寫小說 然後我也是 其實到現在我都還覺得 這是我人生那個兆門 就是我會為我愛的人付出很多女人 那我覺得他在努力我不可以 就是我不能袖手旁觀這樣 那我記得那時候 已經開始有人找我會去演講 我前一天才去東海大學演講 可能講跟同志有關的主題 有天我去東海夜市 我們是踏回來 就是我們沒有固定的位子 我們會帶著貨在那邊等 有人沒來的話 我們就把貨拖進去 就是大概一個晚上四百塊吧 就是去租那個位子 那我正在那邊剃頭散髮 叫賣衣服的時候 突然有兩個小姐 就來拉我的褲子 就說蝦欣小姐這樣 我就說你要買的嗎 她就說請問你是 你是 陳雪嗎 然後我就說不是啊 然後我就說你覺得像嗎 然後她還跟她說是有點像 可是我也覺得不太可能 然後她們兩個就滴滴滴滴就走 我說你要不要買啊 她就 她就好像有點受到驚嚇 就趕快跑掉了這樣 其實我大概到三十五歲 就很長時間 我已經專業寫作很久了 我出了成春天之後 有一次 其實我早期寫作 我的照片我都沒有 都沒有 就是沒有放照片就對了 因為我們家有 我不太希望我爸爸媽媽知道 其實她們也知道 但是她們就是不想承認這件事情 然後我也不想要她們阻擾我 然後我也不希望 我工作的地方的人知道 因為她們會問你很多 你沒有辦法回答的問題 就是你在寫什麼 我想說愛情小說 然後你就會覺得你要開始回答很多 你無法回答的問題 我覺得我就想 我也沒有欺失我的工作 我就覺得不管是擺地餐 當服務生或是送貨 我都很認真也很本分的去做 可是我也知道 那並不是我真正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我在那些工作的地方 比如說我去送貨的時候 常常會去書店 沒有去金石堂 可能常常去一間叫金玉堂 就是或者是那種比較大的 什麼五男啊什麼 那些書店 有時候我會在書架上看到我 有時候會看到我的書 如果是現在就會常常看到 那個時候有時候才會看到 然後總之就是 我不會去跟別人說我在送貨 我曾經有一段時間我的他呢 他是一個算是在做創作 藝術創作的人 他每次人家問他 他都不說他是Sales 他都說他其實是一個創作者 那我就覺得 我覺得在那種地方 你說你是Sales還比較簡單 我就會心裡都會這樣想 我會覺得說 你跟他說你是創作者 他就會開始沒話沒話的問你 關於創作的問題 然後你就會覺得自己很尷尬 總就是這樣就是說 我覺得我那個時候能夠為文學做的事情 也就是謀生而已 就是說找一份工作能夠謀生 然後白天非常非常的累 可是你知道你要寫作 所以比如說我們去送貨的時候 真的那種累是沒有辦法形容的 比如說旅途的勞累 然後搬貨很辛苦晚上回家 比如說我們夜裡在那個汽車旅館過夜 我的辦法就是那一種 那個時候他還要利用最後的兩個小時 把畫破翻到樓上 然後一邊弄一邊看電視 其實我不太喜歡看電視 但是那個時候太勞累 你就會一直不斷的在看偶像劇 或者是眾論節目 然後就在那邊一直擦手機 擦到然後他就會喝啤酒 他就是可以一邊喝啤酒 然後一邊工作然後算帳 然後我就陪到他 他全部弄完然後他睡了 我就會自己在那個 用那個很小的床邊的小燈看我的小書 就是我想讀的書 因為我能夠看書的時間 就只有那一點點時間 然後我會用白天在送貨的時候途中 經過很多 我到現在還是這樣 就是說我只要在一個禁止不動 被困住的地方 比如說車子 比如說外面會移動的風景 或者是在走路 我就可以想小說 因為那時候是我唯一可以寫作的時候 就是坐在那個車子裡 什麼時候不能坐 我就會在腦子裡想說 我要寫著小說 我今天晚上回去都要寫 那我回家之後就會利用 所有的事情都做完 然後狗餵完 然後狗大便都掃好 垃圾丟掉 然後所有的事情都做完 所有人都睡了 連狗都睡了 只有半夜大概1點以後到3點的這個時候 我會看一些書 然後寫一點小說 所以我第一篇小說是在這種情況之下 大概花了1年的時間 其實只有10萬字 第一個長篇小說是這樣子出來的 所以就是我從演到現在大概就是說 我並沒有為我要寫的東西去做很多research 就是可能會做一些 比如說寫某年到了就比較獨特 因為它有比較複雜的因素 我很多寫的可能是我知道的事情 或我記憶裡面我經歷過的 我發生過的 我看過的東西 還有對我來說寫作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準備就是想像 就是說 因為實際上對我來說寫作是一種無中生有的東西 就是我是從無之中把有創造出來 那這個無可能是透過你的知識 你的經驗 你的人生所有經歷 你看到你想到甚至是你匱乏的東西 那大概就是這樣 一直到我終於可以 其實我來台北也不是說因為我已經存到錢了 其實並沒有 然後我們家那時候又因為要做這個生意又負債 總之我們家就是一直長期處在 父親投入失敗的這個因應裡面 可是後來我會來台北其實就很簡單 就是說我覺得我需要寫更長的長篇 因為我已經不可能在一邊工作一邊寫長篇這種生活 我覺得到30歲我覺得已經是盡頭 就是我能承受的已經是極限 然後我覺得我想要更多的時間寫作 所以來台北之後為寫作做的努力也不是做什麼research 當然例行就是讀書嘛寫作 然後當然你會需要的資料你會去找 可是那對我來說都還是寫作必備的一個部分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謀手 就是說你當一個專業作家就沒有工作嘛 那你就要做一些其他的工作 那早期我做過影子寫手 然後寫過有據名的報導不多 然後後來比較多大家就是請一些文學獎 接演講申請補助 不過到了後來幾年就變成 它慢慢就可以balance 就是說可能我的著作也比較多了 然後我自己就可以用一種蠻奇妙的方法 我早期剛才寫專業寫作的時候其實我蠻恐懼的 我記得那個時候我就有去找一份也是編輯的工作 那是我第一次人生想要去嘗試跟文學有關的工作 後來那個出版社的人就找我 就說老闆想請我吃飯 那我就很高興的去 結果後來就說陳雪小姐我們想出版你的書 然後我心裡我跟他講就是他這樣講完之後 我就詳細的跟他說我的狀況 就我們家的狀況跟我來台北之後 心裡有那種慌亂這樣 可是他跟我聊天的過程 我自己就很清楚突然了解說 別人想要我不是因為我會做編輯 而是因為我會寫小字 然後大概就是這種心情 就覺得說讀讀看 就是說專業寫作 那時候一開始就是想說三年吧 大概就是三年的時間 如果不行就去找工作 然後不三年後來又覺得說再三年吧 然後三年後三年下一個就十幾年了 就覺得好像也沒有活不下去 也是活下來了 然後也沒有特別慘 因為我覺得那種慘 就是那種貧窮絕對比不上 一邊送貨一邊寫小說的痛苦 對我來說 因為我一邊送貨一邊寫小說的時候 雖然每個月都有賺錢 可是我賺的錢都拿給我爸爸去還債 所以實際上我根本沒拿到錢 就我很少享受到身邊有錢的狀態 就我永遠都只是在一個糊口的別人 就是說把錢交給家人 然後你就可以換得 可以晚上寫作的心安理的 這個是我自己的個性造成的嘛 就是說到底我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這樣做 不過我現在就滿慶幸說我那時候有做了一些工作 因為我沒想到我32歲之後 其實我就沒有在工作了 所以我沒有在工作之後 我跟人的接觸就變少了 就是說我就沒有機會再接觸到那麼多 以前做Sales的時候真的 我是一個那種Top Sales 就是我非常會銷售的東西 因為我小時候被訓練的嘛 所以我接觸過的店家是有好幾百家 這是我經手的 我一個人就可以吸納幾百個店家 然後每一家都是完全不一樣的 可能不一樣的風格 不一樣的地區 不一樣的性質 然後到後來 甚至包括以前年輕的時候做生意啊 做服務業這些事情 我都覺得它有累積我一定程度對人事的了解 包括說那些可能都是在特別艱苦的地方 然後或者是都是一些特別現實的東西 就是你就是要跟人家直接喊幾遮 你要跟他談判 你要比如說你會被倒帳 你要去追帳 你要收帳 你會面臨很多其實很繁複的體系 比如說他可能是很大的公司 或者是很小的公司 現在我都覺得說 那就是我現在寫作的一個很珍貴的寶藏 然後那寫到現在我也知道說 我不可能再只是靠這樣了 所以我在寫新的這本小說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就做了蠻多 關於我要寫的那個大樓的 或者是相關的東西的research這樣 然後我新的小說我應該也會去做一些甜蜜 不過我總覺得我沒有辦法像那個佑金做的那麼好 就是我還在想啦 我還不太曉得說到底用什麼方法可以從別人身上知道更多的東西 可是有一個好處是我這幾年變得比較活潑了 就是我以前其實蠻瘋 就是我在做生意的時候我可以非常的活潑 可是我只要平常的說就是我啦 就是蠻孤僻的 那我現在就比較好 比如說這次跟中漢他們去大陸 也遇到了很多朋友 我覺得我都可以聽別人好好的跟我說他們想要說的事情 然後我想我比較有辦法的 可能不是有目的的去做一些 就是說來訪問你或就是來做一些研究 我可能就是要走到人裡面去跟一些人交朋友 就是透過誰誰誰的介紹來認識我想要寫的地方 我猜我大概是這樣 對就是關於寫作 好你可能歷經千辛萬苦終於出第一本書 感覺大家在說自己出版第一本書的時候都血淚翻翻 不管是東野歸舞啊還是誰啊都說的那一段 可是我到我現在也出版了兩本書 然後大家就會出版第一本的時候大家會說 啊那什麼時候有第二本 出了第二本的時候什麼時候會有第三本 好像跟生小孩的狀況是一樣是不是 那對所以我其實想 我一直就是想說那個時候為什麼 哇剛剛聽了覺得啊原來十幾年就是這樣過的啊 然後我剛剛也忽然想起來我為什麼會成為寫手這件事情了 對然後那時候我其實就是一直對文字工作有興趣嘛 所以一直在懷疑的是說我到底能不能夠靠文字為生 因為從小到大都受到我恐嚇都是說 全中文系沒有飯吃啊 中文系是作為作家的墳墓之類的 聽了很多種道聽讀書 後來我發現不管你念什麼科系都是作家的墳墓 因為我們根本就不鼓勵大家去寫作 去說出你知道的事情嘛 那所以你念什麼系都是一樣的 那那個時候我記得我出版的第一本書是少女忽必烈 然後那時候呢大家就是 就其中有一個人 他好像是因為三重的關係 然後所以想要訪問我 問我對三重知道的一些事情 然後我就說喔就這樣這樣 他就問我說那你收入多少 我就跟他說喔反歲的話是這個樣子的話 然後他就說蛤怎麼怎麼會這麼少 比我們寫手還少 那我介紹工作給你吧 然後我覺得我應該對創下了那個 採訪者給受訪者工作的這個紀錄這樣子 對那所以呢他後來就漸漸介紹我寫些東西 然後我就發現喔原來採訪的報價應該要是這個樣子 這樣子才是合理應得的報酬之類的 我就突然間從一個雲端然後到了那個人世間 然後就是就很希望告訴大家說 如果你想要成為文字工作者 那你就認真工作而且得到你應有報酬 就變成一個勞工的爭取權益的狀態 對啊可是那個時候我就在想說 我在寫小說這件事情 然後可是呢我現在身邊漸漸的聽到剛剛講說 人家找你去做編輯是因為你會寫小說 他不要找你 他只要出書而已 他只要出書而已 對 然後我發現那個很多出版社都有這個 這個叫什麼 世人之名這樣子 然後最近黃秋威也跟我說 啊我們裡面有個編輯要走了這樣子 我說他為什麼要走 他說他要去寫作 我說這不是跟我當初離職的時候講的理由是一樣的嗎 對很多人離職都說要去生小孩啊 有的人離職說要出國念書啊 還有一種人就是說他要去寫作了 那個時候我好像也是因為也是去工作 然後就是很認真就一直想要存款 然後存款存錢對 就是為了想要寫作寫下去 然後我有算過說那個時候我應該要 我那時候生活費應該要有多少 結果我後來發現我人生最低的生活費 應該是那時候在澎湖 我那時候就想說我到底有多喜歡寫作這件事 所以呢我就去澎湖 然後那裡有一個教幼稚園學生 然後就是教英文 幼稚園學生哪需要什麼英文呢 就是陪他們唱唱兒歌而已啦 然後呢就唱AVCD 然後唱唱唱唱 每天早上唱 下午以後呢就開始寫作 然後我忽然就發現 欸這種生活過了八個月 其實我在澎湖也沒有任何親人啊 親戚或朋友 我就是隨便找了一個工作就過去了 那我就發現這個生活 我應該可以永遠的過下去 然後呢我就發現啊 因為我那時候大學的時候 舞台設計課老師他說 所謂的熱情不是要你抛頭顱灑熱血 然後就是只是一件事 你做了以後發現時間過得很快 做了以後就欸兩個小時過了 不會說在這邊急急什麼時候要下課 然後什麼時候要結束 那忽然間兩天就過去了 那我就發現寫作對我來說 好像就是這樣的事情 我不會計較說 接案的時候除完 就是不會計較說 我到底花了多少時間 在這個寫作上面 對怎麼還沒有寫完 那那個時候呢 我只有寫以後 可是後來我就去做編輯的工作 嗯我現在想想總編真是個好人 然後呢 然後做編輯工作 可是我發現欸 從早上然後到晚上 就算下班 我竟然是整個組裡面最早下班的這樣子 完全沒有在管主管和同事的眼光 然後六點半就這樣狂奔而去了 那可是我回到家以後呢 其實也已經七點多洗個澡 然後我發現呢 做編輯工作有一個很可怕的後遺症 就是你是久做 所以背會非常的痛 那背痛以後能夠怎麼辦呢 我去做過天啊我二十幾歲的時候 然後就去做了那個復健那種電療 等等等等等等 然後但是因為按摩有點貴 所以我一直始終沒有去 也按了一兩次 可是我發現只好了一兩天也沒什麼用 然後後來找到比較好的方法是跑步 可是呢我發現跑步如果只跑一點點 其實也沒什麼用 對那你就是必須要跑滿久 那時候就用了那種手機裡面的紀錄的APP 然後發現啊可能要一天跑個六公里之類的 那其實有一個小時都花在跑步上面了 你看喔而且你吃完飯也不可能立刻跑步 所以總而言之吃飯然後休息一下再去跑 那這樣子也已經兩個小時過去了 能夠開始寫作 然後就是晚上十點這樣已經是非常趕 所以每天我要寫作 然後我就想說那我可以多寫久一點嗎 其實也沒有辦法 因為我發現竟然眼睛會老肉油 對 對對對 因為白天的時候就已經是編輯工作嘛 就是在對著螢幕 然後晚上的時候 所以就會覺得天啊是否應該去做別的工作 那那個時候當然也是一直很積極在投什麼文學獎啊 什麼什麼之類 好不容易終於覺得 嗯我有了三個月的生活費這樣子 因為我那時候在澎湖測得我的最低生活水平 加機票 就是從澎湖飛回台北機票 大概是六千塊左右吧 對 一個月 嗯 對不含房租的話很便宜 但是因為我早餐跟 早餐 早餐好像是吃幼稚園的 然後中午跟晚上都是吃那邊的自助餐 一餐三十塊 然後我幾乎都沒有夾肉 對 好啦也不是每個人都要過得這麼困苦 只是我對 因為我後來也發現寫作的時候吃太飽 就是然後就會去睡覺了 對 所以這樣整個下午都在睡這樣真的行不通 所以所以盡可能的就是不要吃太飽 然後就開始寫作 那結果發現一邊做工然後一邊寫作 過來 而且尤其是長篇小說是一個不太可行的方式 所以為了脫離這個生活呢 那後來就專職寫作寫一寫 然後然後後來又有人找我去採訪這樣子 就去做採訪寫手工作 然後我就發現說 嗯 如果偶爾做一下是還滿有趣的 對啊 可以認識不一樣的人啊什麼什麼之類 而且就要學著臉皮很厚 把別人的需要的東西 我們需要的東西把它挖出來 可是要注意的另外一點就是那到底新聞的倫理的部分 就是哪一邊要想好 所以可是這個我也還在想啊 所以也沒有太多的東西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嗯 然後我最後想問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不寫小說的話 因為我覺得我也是那種從小就是很想當作家的人 普羅克他在他的小說學堂裡面有說 作家有兩種 一種是為了成為作家而寫小說的 一種是為了寫小說而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就變作家了這樣 然後呢 我所想的是 我就很想跟大家說 我就是想要靠文字為生 無論我今天在哪一個位置上 編輯也好 寫手也好 我也覺得 嗯 這是我喜歡的事情 我就是想要把它講出來 就算我跟別人講了以後別人不太了解 也沒有關係 他就問我說 欸你在寫小說 當然他們的分類都很有趣 然後我就想說 沒關係我就不厭其煩的告訴你 我是寫怎麼樣的東西沒有關係 這樣 不然 嗯 將來就算除了我或者他其他認識的人 或者他的小孩 想說從事寫作的時候 至少那個阻礙沒有那麼的大 所以讓我們寫的東西可能完全不一樣 那 嗯 所以我 既然這麼想要以文字為生 那那個時候我就會想說 好 那如果脫離了文字 如果不寫小說的話 那到底現在會再做些什麼事情呢 有時候我會想 但是基本上我認為 我應該是會寫到不能寫為止吧 那應該是說 那應該是假設自己有第二人生 就是沒有這個寫到不能寫為止的話 其實可以做蠻多事啊 以前我會覺得好像 好像 呃 除了一些小說其他事都不想做 那 那個時候反而做了很多很多的事 去賣東西啊 送貨啊 然後 經歷各式各樣的人生這樣 可是 我現在比較沒有那麼覺得 呃 我 就是好像有很多事情我不能做 比如說我寫臉書 以前那對我來說是不可能的事 就是我 我不可能把我自己的照片 傳到什麼地方 以前 我講我第一次 就是我們家裡有發現我一次做這樣的事情 就是我們家有養狗嘛 然後有 我跟我們家裡的關係其實還蠻疏離的 有很多原因 那中間有一次我就回家 然後我媽媽就說你愛你愛 她就把我叫過去 然後我們家有那種爸爸靜置的很大的音響 像它會這麼高 上面就有一張簡報 我已經原來就瞥見那應該是我的臉 那我就很故作鎮定 我媽就說你知道我這個報紙怎麼來的嗎 我就說怎麼來的 她就說人家送她一點報紙 然後鋪著讓狗尿尿 她就這樣 她就說那個誰誰誰就給了我很多的報紙 她說她每天都掀開一份 然後把它鋪上去 掀開一份 她一掀開說 這不是我女兒嗎 她就趕快 她就很戲劇心 她說我們家的那個狗 抬起腿來 她趕快把它推開 然後就搶在她的尿灑下來之前 早來把那個報紙拿起來 她說這上面有我女兒的照片 然後我就說灑就灑了吧 然後她就說她很珍貴的把它剪下來 貼在那個 就放在那個玻璃墊下面這樣 我說你看得到裡面的字嗎 因為那字其實非常小 她就說看不見 她說但是放在這裡應該是好事吧 那個照片很大 真的非常大 就好為什麼 就是一張非常大的臉書 然後我就笑一笑 我跟她說 壞事不是放在這裡版的 然後媽媽就也沒說 她就好像滿得意的這樣 那後來大概就是這樣 她們就是認可說 我寫小說可能是一件不錯的事 然後好像街上美容院的人 有看我的臉書吧之類的 就好像也有跑去跟媽媽說 妳女兒寫的東西很好看 然後後來因為是 我有在蘋果日報寫專欄 就是可能就是那種婦女 比較多有看到蘋果日報吧 就會就是說 燈在那裡應該也不是壞事 就是 總之她們是用燈在哪一板啊 是不是好事壞事來判斷這樣 可是我就在想說 我後來真的可以承認自己是作家 然後比如說現在人家問我 我就會說我是小作家 我覺得跟出櫃差不多難耶 對我來說 承認自己是小作家的過程 好像比我說我是同志更難 但是我現在已經雙重出櫃了 然後又有臉書 所以就好像妳有混得一種輕鬆 就是說妳 其實我並不是以寫作為詞 我只是太想保護它 我不想要受到太多的干擾 因為我覺得別人會來問妳 妳寫的東西 別人會對妳有很多的 我覺得是干擾吧 就是因為我早期的作品 不管說是題材或是我的寫法 其實都是滿爭議的 那我就是想要保護我的這一個 好不容易得來的一個寫作的身分這樣 那所以後來 我覺得寫臉書 就算是一個滿大的進展 那寫臉書之後 那個世界就突然爆開了 就說比如說會 剛剛在節目上還有讀者看到我嘛 然後就是說妳會被認出來 然後妳有讀者 妳去簽書 然後可能我也寫散文 以前我不寫散文 我現在也寫散文 我覺得對我來說 可以做的事情它就變得非常很多了 可能比如說 常常有導演想找我跟他合作 希望我跟他一起寫劇本 我會寫呢? 其實我應該還是不會 只是說 我就變得沒有那麼抗拒去跟人家談很多 除了小說以外的事 但是他都是因為寫作這個身分 延伸出去的東西 比如說我就可能 然後阿葬每次都說他老了以後 因為大家都覺得他為什麼不開咖啡店 他為什麼不賣brunch 他為什麼不什麼什麼 可是其實他跟我有點像 就是說其實我們可能只想過一份很簡單的生活 然後他每次都問我說他老了以後 他就要去我們那邊的菜市場擺一攤 賣一個什麼 我不曉得細節是什麼 就是賣一個手作的東西這樣 那我就說可是其實老了以後擺攤子很辛苦 因為我擺過我知道風吹日曬雨是很辛苦喔 然後他就說沒關係這樣 那我就想如果我可能可以幫他賣吧 因為我覺得我比較會叫賣 然後如果有什麼緣故不能寫作 我猜應該就是腦子壞了吧 就是或者是你總是失能不能寫作 那就做一些勞力的工作 那如果不是 純粹就覺得好像沒什麼要寫的了 那就可以做很多事啊 賣賣東西啊然後不曉得 就看有人找我做什麼吧 可是我總覺得我對我自己的想像是 只要我還能寫我就會寫 然後可是如果我還有力氣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我也願意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像比如說 比如說剛剛中漢說我開直播嘛 然後那邊直播跟我們這邊其實不太一樣 他不是只有一個人對著鏡頭 他其實是有一組人 會有人拿那個也是用iPhone拍 他其實看起來會比較像紀錄片 然後那時候就那天在北京直播的時候 上海直播的時候蠻好笑的 就我們是三個人吧 我跟阿嫂和一個在北京的女孩 然後我就說我覺得我好像主持人 因為我會訪問他們兩個 然後我就覺得當主持人也不錯 就是說我覺得我可能會現在的我的心 是變得蠻自由也蠻開放的 然後只是說我最熱愛的還是寫小說 可是我可能也可以用我自己的這個工作的身分 去做一些對其他人有益的事情 不管這個有益的事情是什麼 他可能未來的形式會有很多元 因為現在的時代已經在進步的 讓你其實無從想像了 可是我想就是說 我會把我最主要的心力放在寫小說 然後其他的心力我會讓我就像一個 還一直在學習的人那樣去嘗試各種可能 然後我已經不再覺得 在寫作的我是一個哪里啟齒的秘密 然後我也不再覺得自己是 必須要躲藏在一個地方 過著很悲慘的生活的作家 我覺得那些都是經歷 就是說確實在台灣 你不管專業的要做什麼事情 只要你不是有一份固定的老闆給的收入 他都是蠻辛苦的 可是我覺得如果你把這個東西做到 應該就是說你一直去磨練他 一直去學習他 一直去追求他 把這個東西變成你自己最擅長最喜歡 當然就像佑錦講的 你寫幾個小時你都不計較代價 你覺得時間一下就過去了 像我常常身體不舒服的時候 我就會跑去寫小說 因為我就不會都不會難受 我寫完就好像那幾指痛藥還有一項 就是說你會專注的在做一件事情 我覺得他時間給你的回報的時候 是很具體的 也許你得到一些錢 你得到一些地位一些收入 有時候時間給你的回報 不是這麼表面的東西 他可能是更為內在的 他可能是讓你對自己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你有什麼能力 你可以成為什麼人 這件事情有了更確認 更清楚的一個了解 那我覺得這些東西 他就有助於你 將來不管你要從事什麼行業 你還要走到哪裡去 他就好像給你打下了一個很堅實的基礎 我現在就是覺得說 那麼多年的工作的經驗 以及那麼多年專業寫作的歷程 走到現在我就覺得 我好像已經走出了很多 我過去覺得 就像名帳吧 包括說我現在 平常我自己沒有什麼品味 其實我沒有非常的焦慮 我有時候覺得蠻好笑的 可是我會覺得說 我會覺得那些東西 我自己知道輕重 我自己知道 我大約知道我是一個怎麼樣的 我覺得我穿什麼衣服 做什麼打扮 這些不過都只是 我現在暫時表現出來的樣子 可是我內心有一個東西 他已經在這20年的過程裡 我覺得他被策略到一個程度了 我不敢說他已經很好 但是他被策略到一個程度 他現在是不會輕易被壞 我想要請問一下 在你們創作的生涯裡面 有沒有哪幾位一兩位作家 是給你們影響很大 然後在你寫作的過程當中 你一直把他當作目標 或者是他深深影響你的 那麼一位或兩位作家 謝謝 如果說就不是認識的人 就是說你自己心儀的作家 應該就是其實我是把西方 有一些專業寫作者當作一個目標 就是我認為我是一個職業作家 一個職業作家 就要有一個職業作家的行為 那行為就是說 你要把寫小說當作是 你人生裡面最重要的一件事 那我所看到的其他職業小說家 都是這樣做 就是早上醒來追寫小說 然後你的人生主要的項目 就是以寫小說做準備 然後就跟職業運動員一樣吧 你每年要打很多球賽 然後你要做訓練 你沒有球賽的時候 你可能會有一段時間內休息 可是休息的時候 你可能也都是在做各種 為下一個球技來臨而做的準備 所以這些作家很多 當然就藝術成就上 比如說像馬奎茲 或者是什麼 那些大師 都是在藝術上我敬仰的人 不過我真正會最想要效法的 還是說 我覺得馬奎茲就是很好的力 就是說他在藝術上成就非常高 他也是一個自律非常嚴的人 然後他也非常非常專業 非常非常有紀律的在寫作 然後他寫到非常老 他寫到他已經失智了 他才沒有寫 對我來說是這樣 那如果說 就現實生活裡影響我比較多的 應該是洛宜君吧 就是說我們是同輩的作家 他比我大一點 然後他在我算很困苦的時候 給我很多幫助 然後他也算是我在文壇裡面 開始有朋友以後 算是我第一批真的比較親近 算 而且已經進入到生活的朋友 我們有一群 都是寫作的朋友 過去比較早期之前 這幾年沒有 大概十幾年前 我們有一段時間是 就在那個原則生去世之後 我可能有講過 原則生到2005年去殺之後 我們有一批五年級的作家 其實就有一種警醒 就覺得說 好像我們五年級的人 都被外星人抓走了 就是一個一個突然間死了 我們很自覺在想說 我們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是不是 是不是大家應該要互相照顧這樣 那其實我們也沒有怎麼照顧 我們就是大概一個月兩個月 會找一個時間見面 然後我們就會在一個咖啡店 說話 談天 我們會講各自要寫的東西 然後會講一些搞笑的 就是不管 其實就是一直在說故事 一直在講話 然後就這樣子 這個聚會其實它一直在改變 到後來變成是 因為我那時候跟家人比較疏遠 到過年的時候 我們還會圍爐 其實蠻可愛的 就是說有一群人 有的人是父親已經過世了 或者是跟我一樣離家很遠 然後有的人就是跟家裡 關係比較疏離 他們就會去找一個 我賣火鍋的地方 我們就吃一個圍爐 然後路維軍很可愛 那時候他還會給我紅包 因為我那時候超窮的 他就很擔心我沒錢 有時候他就會 載個幾千塊給我這樣 那些紅包帶 我都生都還給我這樣 就是對我來說 那應該算是 我的孤僻人生之中 然後那時候又沒有上班 其實根本就沒有再跟著來往 其實蠻恐怖的 如果你也沒有固定的 Lover的時候 你簡直就是在這個身上 孤立著自己一個人 所以那一些作家朋友 對我來說 比較像是 不但是夥伴 然後我們也互相很關心 或者是很了解對方的行作 然後我們也是對手 我們可能也會 比如說那時候 我剛跟他們聚會 我是年紀最小的 那他們常常會談一些事情 比如說 其實我以前沒有讀過波荷史 不知道為什麼 那有次就是聽著他們講 我馬上跑去書店買 很重 他那是好幾次嘛 然後就做工資回家 那天晚上就拼命的賭 就某一些時候 對你來說 這些人又是你的對手 是你想學習的對象 可是在某些時候 我們各自的生命 發現問題的時候 我們又是彼此最好的朋友 那我覺得就是說 你在精神上 有一些是非常偉大的作家 他在告訴你 這件事是可行的 因為有人就真的這樣做到了 寫了一輩子 像格雷安格林是我非常非常 非常喜歡的一個作家 雖然他都沒有拿到諾貝爾的學家 不過他也就是這樣 一直寫到了老 然後有一些作家 是你生活裡會見到的人 你也知道說 在這一塊土地上 用這麼艱難的方法 還是有其他的人 也把這件事情做到了 所以我還是就是這樣 那我要說的也是洛宇君 對 就是那時候我還在戲演所吧 然後就是會騷擾他 然後就說老師可以看一下這個作品嗎 我相信現在 然後包括我還有很多很多人 應該都會 對 都會這樣子 那那個時候呢 他看了 然後我也想說 嗯他應該又會說 啊你真是個天才 然後之類之類的 然後就是對 像他對很多後進說的一樣 我想說啊天啊 這就是一種復興漢嗎 之類的 那沒有 他當然是很認真地在鼓勵你 就說 你的作品讓我想到哪一些作品 這樣子 大家也知道他的資料庫非常的龐大 那可是呢問題是有一次我就是 他有一次他就說 那我從澎湖回來 他說那我們聚一聚吧 然後呢我就 隨便講說說 剛好這一天是我生日耶 然後他就說 哎呀那那我們見面 他就帶了一個紅包過來 對啊 然後我就大傻眼 我想說 這 因為他平常也是會說 他生活困苦啊 什麼之類的 我想說 你包一個紅包 其實千萬不要 然後我們就在那個 我記得就是在清田街那邊 咖啡店那樣子 推擠這樣子 對 然後他就說 不要這樣 這樣別人會覺得 我們在圓郊之類的 然後我就說 真的 我就真的很沒有 對對對 然後 然後我就 我就覺得很可怕 然後後來我結婚 然後他也是 又要包紅包 對對對 然後以前 我那一次收到的時候呢 我就覺得說 天哪 這是比我 任何拿任何文學獎 還要沉重的一份 對禮物 然後可是呢 也是因為他的關係 我就覺得 嗯洛宜君總不會瞎了眼吧 對 然後 對就覺得自己應該是個天才之類的 對 就是很可怕 然後呢 所以後來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能不能夠得獎 我就覺得 我其實會想的 就不會是說 他能不能得獎之類 而是說 我自己是不是真心喜歡 我有沒有那麼喜歡 喜歡到我覺得 無辜的老師也會受害 就是一定要逼負他說 這個很好看 你一定要看看 這種 這種心情 對 然後去檢視自己後來的作品 那後來呢 他就結婚之後包紅包嘛 然後 然後我就想說 欸他已經 對 他也是心神患散的狀態 然後他包紅包給 然後我就覺得 這一次感覺厚度跟之前不太一樣 覺得很可怕 然後趁著他去上廁所結帳的時候吧 然後又 然後我就把紅包帶抽起來 然後把錢塞進他的包包 可是我很擔心 他會把錢弄丟 對 可是我到現在還沒有 對 辦法確認這件事 我覺得他也不知道他包包裡有多少錢 對 把他包成十幾包 不知道什麼錢 那也好 對對 不要再包了 真的很可怕 不要再包給我了 應該是這樣子 都已經是大家的踩身爺喔 這個挺好的 還有什麼問題 柯依姐 這邊寫好不好 兩位老師好 我想 我對兩位老師各有一個問題 那 我想請問佑金老師說 對於一個 如果他的學歷不是 譬如說新聞媒體方面 如果他想進入說採訪的 這個領域的話 你有什麼建議 那給陳雪老師的問題是 因為我對您接觸的熟悉是 比較是 這幾年對您的散文 尤其是可能是 那個愛情方面的散文 比較熟悉 那 你又不願意談一下說 因為就是剛剛的演講 談到說 你對小說的熱愛 你目前有在籌備下一部作品 能不能願意談一下 謝謝 好採訪喔 然後我一開始除了那個 就是同情我的採訪者 給了我一些案子以外 那也是很靈心的 然後我後來想說 我就是對於我自己 就是是新住民 某種程度 算二代的這個狀況 我就想說 我媽媽就是東南亞來的 可是從小到大 我都沒有遇到任何人 他說他爸媽是東南亞來的 對這一點覺得很好奇 所以呢 我就決定不顧一切 然後開始身邊亂問人 天啊 絕對不是你在臉書上寫說 徵求受訪者 就會有人理你了 不會有人理你 就是這點是 這件事情是所有那個 採訪者都知道的事情 然後但是我們都是要自己 碰壁人才知道 最有用的方法是老鼠會 就是你問你的朋友說 欸那你有沒有 你要真的對一個人 對你不要這樣子 欸有沒有同學是什麼二代 想要讓我訪問 沒有人會理你 就算他是 你只要緊緊的抓住一個人說 那你有沒有認識了朋友 或你本人就是 爸媽是東南亞來的 然後你就針對一個問題吧 然後說你有沒有認識 有可能的受訪者 然後大家就會迫於無奈 對還有你的眼神 實在死盯著他 他就只好生出受訪者給你訪問 所以呢 嗯對然後大家就知道 喔你是對這個題目有興趣的人 如果以後有要發什麼東西的話 就會發給你了吧 嗯我寫完摩天大樓 到現在也快兩年了吧 其實有去年底有申請到一個國議會的長篇補助 所以是有準備要寫長篇 然後也已經有寫了一部分了 然後但是今年就是 上半年一直在忙一些事情 我想應該下半年就會開始了 目前就是想寫一個小鎮的故事 然後提案的就是提了這樣嘛 然後 欸對 等我寫了稍微有眉目的時候 可能大概下半年就會進入比較緊摸 那種密鼓的寫作的狀態 然後就是要把自己的身心狀態調整好 把雜事做一定的處理這樣 不過我是還好 我還蠻容易專心的 就是說如果我寫長篇的時候 大概就會過著一種很規律的生活 其實我現在生活也是很規律 基本上我就是 盡量讓自己的生活很單純 就是說 除了必要的工作演講這些以外 其他的時間我沒有很多的社交 就基本上 我大概就是過著 像公務員一樣的生活 只是我是在家裡這樣 大概就是早上寫作到下午吧 然後我去運動 運動 然後晚上就休息這樣 我基本上就是 現在沒有辦法像以前 可能一次可以寫七八小時 我現在大概都是寫 如果寫長篇大概十四個小時 差不多 就會休息 就寫臉書啊 讀讀書啊 看看影片啊這樣 大概就是會 用這樣的方式 大概日夫一日的 至少要寫個一兩年差不多 好 剛剛陳雲老師提到國議會 幫主辦單位打個廣告 主辦單位是台北市文化局 在文學界的活動之前 其實每年在年底 就是 去年年底跟今年年底都一樣 會有台北文學獎的設置的一個真文 那剛好 2017年的年底 最後一次 就是十二月三十一號 這個活動呢 是第二十屆台北文學獎 為什麼二十屆很重要 當然這個數字 二十比較特別 另外一點是 它提供文學年金的補助 對 陳雲老師有沒有得過年金 你當年 下次就是他 因為其實剛剛提到 有瑞琳就得過 那個名單非常壯麗 那名單是非常恐怖的 最少從每一下開始 每一位都是文學獎得主 這個文學年金其實是鼓勵各位參加 因為他是提供一個一年的時間 那各位先就是先有一個計畫 通過之後呢 先給各位二十萬的這個獎金 然後再過來 一年之後各位交卷 那這個所謂的得了三 會有入選三篇或是四篇 這裡面最後有一個首獎得主 那再拿四十萬 總共六十萬 算算月薪大概一個月五萬 還不錯 還不錯 那這個是各位可以期待 因為這個一定會是辦的 所以在2017年年底 十二月三十一號之前 那各位羅哲有興趣寫作的話 注意下一屆的台北文學獎 到時候會有一個 一個回征文大法的這個說明 而且文類是不限制 而且他其實是很開放的 不限制是什麼人 他沒有說一下台北人 沒有 只是說準台北人無所謂 只要是人 只要是有沒有 他連無國籍都沒有關係 幫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做個廣告 這是第二十屆台北文學獎 各位十二月三十一號截止 可以準備一下 好剛剛那邊還有一位朋友 謝謝兩位今天的分享 然後我今天是有一個問題 想針對陳雪老師問一下 然後我現在是在世大的 國文系說班在讀書 然後昨天我們正好非常的巧 然後選修了一門課 然後那門課放了這個 那個紀錄片 從事紀錄片 我有之家往事之城 然後最後一幕 就大家看完 心裡都內心非常的無畏達成 然後最後一幕 這個陳俊志導演 正好是把您唱歌的那個片段 就參加了婚禮之後 唱歌的片段 然後剪到最後 然後您當時那個片段 我們看的內心也是非常的有感觸 然後今天見到您 我就很好奇 就是當時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然後有拍那個紀錄片 然後您參加那個婚禮 而且拍到您的那個片段 因為我看您全程沒有看鏡頭 然後非常陶醉這樣 然後我想問一下 那就是因為陳俊志那時候 就是在拍 他其實是拍一對 Gay跟一個拉子 主要就是一個拉子 他們要結婚這樣 從他們宣布要結婚 然後他就去跟拍這樣 那最後他們的婚禮 好像是在一個pop裡面 一個tee bar裡面舉行 其實就是臨村北路的一個tee bar這樣 那因為我從小其實非常喜歡唱KTV 也是因為我們家的緣故 我們家就是 就我爸是音響狂嘛 然後我媽又是那種鳳貝貝 所以我們家就是常常會辦那種KARAOKE會 還有我年輕有一個背景 就是我年輕的時候 其實結交過很多那種像很江湖的人 就我們家的緣故 所以我們就是家裡都會有很多叔叔 他們其實都是chitto啊 然後他們都會帶我們去唱KARAOKE 那我小時候歌聲就還不錯 就很喜歡跟他們一起唱台語歌啊 然後就唱一些很漂白的歌曲 然後所以那個時候 就大概就是其實在tee bar裡面婚禮 但後來我覺得我很掃心 我唱那首歌其實蠻悲情的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唱納音的嘛對不對 對對對好像是不管有多苦還是什麼 我自己本來覺得這首歌還蠻適合 那種lesbian couple的 可是一唱出口就覺得也太悲了吧 而且後來他們好像離婚了 天啊 難道是我嗎 沒有 總是就 我們就這樣就是說 其實就是很開心在那邊唱歌 可是我不知道是Minky把它拍下來 其實就是大家都蠻多人去唱歌的 然後有人就說趁雪你也來唱 那我就上去唱 但我忘了Minky是一個紀錄框 就是他會把每個細節都記錄下來 所以就是這樣放下去 其實這也是無心為之的 好 謝謝 還有什麼問題 對不起 剛才陳雪老師有講到 就是看了大概三百多幅的愛情電影 就是電影 但我可能因為您寫的這個戀愛課 所以想了解一下 就是您對您影響最深的一部 或者幾部愛情方面的電影 然後導致您對這個愛情的一些理解 我覺得非常特別 其實我年輕的時候看的那些愛情電影 對我現在愛情的理解都沒有幫助 因為那時候看的那些電影 大多是悲劇吧 或者是大多是 分有幫助的是藝術上的啟發 比較不是說做我一個戀人可以做什麼 我印象最深或者我至今我覺得 我還會想要重看的一部電影 是前一陣子好像有上一條英倫情人 不曉得你們有沒有看過 他的片名其實就是英國病人 英國PASSION 我喜歡那部電影的原因是 其實很怪 就是他裡面講一個東西滿複雜 他其實就是講忌妒 就是說一個情人的忌妒 因為裡面他其實是講一段外遇的關係 當然那個電影非常美 你可以自己去找來看 我好像有看六次吧 就六次就多 那當然這跟我自己的經歷有關 就是說我第一次在電影裡面看的時候 電影院看的時候 就是處在一段很悲慘的戀情裡面 所以不是悲慘 就是很無望的戀情 就好像那時候跟我一起看的對象 我們就是 因為電影裡面他就是演一段婚外景 就是這兩個人他們其實是婚外景 然後非常的淒美這樣 後來我自己會反覆再看的原因是 他就是非常喜歡他裡面的 不是對於 他其實講的可能也不只是愛情吧 不過他裡面確實有反覆處理到一個 就是說 你因為愛一個人而產生的那個忌妒 有時候可能最後你這個忌妒會把他殺死 你這個忌妒會使你們的愛情毀滅 這個是我到後來其實常常反反覆覆想的 就是說 如果要回到我對於戀愛課的這些寫作的話 我覺得我自己的一個課題比較多的 可能比如說沒有自信沒有安全感或什麼 還有一個就是忌妒 就是說 你怎麼克服愛情年的忌妒 那個忌妒可能是你自己心裡產生的 以及別人對你產生的 就是我們常常會因為 在年輕的時候我會把忌妒這個東西 看作是愛情的一種培訓 就是一種熱情 他甚至可能是驗證愛情的一種方式 在你去衡量你對一個人有多愛的時候 我前面有提到格雷安格林嗎 他有另外一部也非常有名 我也非常喜歡的跟愛情有關的小說 叫《愛情的鏡頭》 那本書我每一頁幾乎都有劃寫 就是他裡面也是在講一個充滿忌妒的情緒 那這是早期很多的文學或是電影裡面 常常反覆討論的主題 可是我到後來之後 我自己常常在想就是說 他除了作為一個文學的主題 作為一個藝術的主題來討論以外 當他活生生在我們自己身上發生的時候 有時候他就不是那麼美 有時候那份忌妒來臨的時候 他其實會讓你變得醜惡 或者他其實會讓你感覺到非常的痛苦 我覺得一個小例子 我剛剛跟早菜人同居 就是因為我們已經結婚 同居之後 有一段時間他去做麵包之類的吧 那那時候其實 其實我們兩個很相愛我們的關係也蠻好 可是那時候他就是剛好有一個 跟他們一起做麵包的朋友 就是跟他很好 兩個就是那個女孩我也見過 就是一個很爽朗的雙子座 一個很可愛很爽朗的女生 然後他們兩個就非常日同道合 他們就常常一起出去 剛好那時候他也在學習 所以時間也比較多 他們可能會 然後也有在想說 是不是要一起去開店 還是就在想各種可能性 因為那個女生非常的活潑 那那時候我就有一段時間 經歷一個非常非常痛苦的經驗 就是我沒有來由的覺得很忌妒 可是你又知道說 其實他們應該不會有什麼事情 然後人家別人也是很熱情的邀請你 我們也常常三個人一起出去 我想我那時候面臨到的 就是我前面所講的 比如說我覺得他可以給予早餐的人 是我完全不能給予他的 但是他是留髮回來的 他非常的懂甜點 然後他也就整個人就是家事也很好 看起來就是一個很 就是一個很隨意很帥性的一個女孩子 就是我覺得他擁有我所有沒有的一切 就是那種自信然後那種帥性 然後對於各種事物的品味那種 我說不出來那個到底是用什麼東西堆疊起來 就是一個渾身都散發著一種很輕鬆的魅力的一個人 我覺得我的那種嫉妒可能除了不安以外 更來自的是我自己內心覺得 我跟早餐人好像不配 我很早期的時候都覺得我跟他不配 我覺得B我也不喜歡吃蛋糕 其實我也不喝咖啡 我根本就不去咖啡店 我是一個苦行僧嘛 就是然後我 然後我就是我也很少享受什麼很悠閒的時光 比如說這個蛋糕跟那個蛋糕到底有什麼不同 我也看不懂 然後我們兩個一起去逛超市的時候 就是我以前常常笑說 以前我想到起司 我都只想到芝士樂起司 就是那種我覺得不太好吃 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光是起司 就有那麼多種類 這我也是都不知道了 所以我想講從那個給你講到這裡就是說 我覺得有時候你產生嫉妒的原因 可能並不是因為有 真的有什麼事情在讓你嫉妒 而是這個使你嫉妒的人 他就像一面鏡子一樣照樣 映照出你這個人自身所有的意思 我就從他身上映照出我剛剛講的 我對於我沒有品味的不安 我對於我跟他完全截然不同的這種恐慌 還有就是他到底喜歡我什麼 我會害怕 我會覺得說他喜歡的事情我都不知道 我也不喜歡 或者是說我沒有什麼可以跟他一起討論的 那些東西離我的世界非常的遙遠 然後我就想 在那一段很痛苦的時間 其實我們常常會有爭吵 然後他常常會跟我說你要相信我 可是我就在想我其實不會不相信他 我覺得我不相信他好像是我自己 或者是我不相信我可以帶給他什麼 我想別人很輕易就可以給他很多東西 可是我會的東西對他沒有用處 我會寫小說他為什麼要有一個會寫小說的人 就是以前我覺得會寫小說的人對別人沒有用 我不知道有什麼重要 我覺得我很努力做的事情 對一般人除了讀者以外的人根本都沒有用 我會的事情他沒有辦法變成一個具體的東西 我不會做飯我不會做家事 所以我就對很多人就是各種東西我不清楚 然後我常常犯錯 我就在寫小說的時候是一個好像比較靈巧的人 那這些東西我現在就處理的比較好了 我就會知道說 就像我可以跟洛宇君非常好 那我不一定要跟他談戀愛啊 就是我的意思是說 或者是人有很多種層次的愛 比如說他跟他的好朋友 他後來也不只這個好朋友 還有打球的朋友 各式各樣的朋友 甚至包括他可能過去交往過的人 我慢慢就知道說 假設有一天我們各自有真的很心意 不得不去跟他交往的對象 可能我們也會很坦然地祝福對方 可是在這個之前我大概就會比較清楚說 你身上有什麼是 也許是別人不能給予他的 這個東西他也許不是可以量化的 他不能量化成 比如說像我常跟早上講 我就說可是那些東西我就不懂 他就會說那我自己懂就好了 就說我為什麼還要再去找一個懂的人 然後兩個人一起討論 產生一段愛情 他覺得其實人不一定是這樣的 那我就在想重點可能不是這個 重點是其實我們今天在討論這麼多東西 其實我一直想討論的一個 也是剛剛我們最早講的台妹這個主題 其實不是說台妹使我自卑 而且我對於我自己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我可能真的花了很長的時間 才去理解到說 包括現在我可能還是覺得我其實是對別人沒有什麼用的人 但是我比較了解即使你是一個這樣的人 你還是可以被愛 然後你也還是有能力去愛 這個戀愛教授本來就一樣 可以再開玩一兩個問題 來 兩位老師好 那剛剛我想請教那個陳學老師 就是剛剛有提到說 您在近期有開始在臉書發文的一個書寫的一個習慣 但是臉書這個平台對我們這個世代 不敢說是文字工作者 就是單純文字的記錄者跟書寫者而已 他是一個比較容易被看見 而且也是一個滿好的書法廣道 但是他跟一般出版的文章的最大差別 就是他和讀者裡面的互動是雙想而且立即性的 那我想請教老師就是說 在這個過程中有沒有發生過哪些讀者的留言 或是回應有曾經影響到你在臉書發文的動力 那你是如何去思考去調整說 你在臉書寫文章的 包括他題材的選擇也好 或是內容或是心態怎麼調適 那會不會讓這件書發的一件本質 就他本質會不會變質 然後開始變得比較有負擔 這是我的問題 謝謝 你也可以回答 我想我的臉書如果你們有看的話 可能跟一般人的臉書是比較不一樣 就是說我也會寫生活 我寫我們吃什麼東西 有時候發生什麼事 然後有時候我會寫就是像戀愛客那樣的文章 可是基本上我其實並沒有很 我並沒有很多的在抒發我的情緒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我可能今天有一件什麼事情 很不開心或是什麼 其實我不一定會寫上去 我沒有把臉書當作是我 抒發我個人情緒的一個平台 因為我的臉書有很多讀者 就說不管 本來我是像大家一樣 就是有一個私人的臉書 然後後來因為好友報了嘛 就去申請一個粉絲頁 可是到最後我沒有辦法分辨這兩個的差別 所以我的兩邊其實都是同步的 我並沒有一個私人的臉書 和一個公開的粉絲頁 我兩邊都是一樣的 所以這也就養成說我自己覺得說 我非常非常私密的東西 雖然可能別人看起來已經很私密 可是我想我臉書上比較少寫情緒的文章 很少來挑釁我或者是 就算我寫很多同志啊 或者是可能對某些議題有些聲援 其實我那邊真的是一個同溫 我不曉得為什麼就是一個超級溫暖的地方 然後沒有幾乎沒有 好像只有有時候一兩個吧 然後會不會影響我 因為我就會跟他說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這樣的言論可能 我比較不是那麼喜歡這樣 那他就會說 好老師那我把他撤了 他就把他撤了這樣 我當然不是想要管制我的言論 就說我不太希望 比如說我在寫感情問題的時候 有人就會說 這就是個傻瓜 這是一個笨蛋 因為我覺得我不是這樣在看感情 有個大名可能可以這樣寫 那我通常可能會跟他說 我覺得這樣 就不是我要討論什麼話 事物的本質 然後那個讀者就會非常友善的自己 就把文章撤了這樣 所以基本上 我應該是說 我在還沒有發生很悲慘的事情之前 我就已經有在思考 臉書對於我到底是什麼 那本來我就不是一個會 雖然表面這樣看起來 我好像很多事情都寫在臉書上 可是真正很核心的那種情緒的問題 基本上我是不會寫在臉書上 所以 而且我的臉書文章 有一部分是會結集的嘛 像寫戀愛的文章 通常我也會寫的比較長 有時候寫到兩千三千 其實你都看得出來讀者對於 可是我自己沒有特別去設限說 是不是要寫會得到更多讚的文章 其實我把臉書當作我自己的一個媒體 就是說我在我自己擁有的這個媒體上 有很多的讀者 然後我給予他滿多的功能 就是有時候我會發布一些消息 我會幫朋友轉貼一些東西 我會介紹一些事物 然後我會寫我們的生活 我會寫戀愛課 我把它變成一個 就像副刊這樣的地方 然後我會希望說 藉由這個平台讓現在可能 不管媒體或只是報紙 都已經漸漸比較示威的時候 我們這樣子的創作者 還有一個可以跟讀者溝通的平台 所以基本上我的臉書對我的生活 是沒有太大的副作用 我自己覺得 我也沒有因為沉迷臉書而影響到工作 那大大是因為我是一個滿自制的人 所以目前為止我只是覺得說 比較大的缺點只是說 我比較少看到我朋友的動態 因為我的動態都是 都是很多其實我並不是很認識的人 這件事情我不知道怎麼處理以外 其他我都覺得目前臉書是 我把它處理得還不錯 然後沒有發生太多很負面的事 那當然也許有一天我寫一個什麼 會被很多人攻擊 我想它也不會影響太多 我目前對於臉書的看法 我覺得它是一個 你巧妙的去運用它 它要對你生活是有幫助的一個東西 但是你要非常善用它 那目前我覺得我自己控制大家可以 會這樣想裡也是臉書嗎 完全不是那麼信任 是不是 你是為大家為什麼我才 你是說 你是說放在東西上面的東西嗎 對 但因為我可能沒有放不信任的東西在上面嗎 還是我也不曉得 就是我有想過啊 我有時候看有一些人發一些文章 我都會在自己心裡按字叫讚 我就跟阿表說你看看啊 好過癮 比如說前幾天 有一個什麼媽媽的嗎 你知道嗎 那我非常激動 我非常激動 我就一直跟阿表說 我不行了 我一定要那個 你再等等吧 有人會替你做這件事的 然後我就說 好 果然就有幾個文友 就顯得非常非常很好的 那我就說 可是我覺得好像還要再做點什麼 他說你再等一下 後來不久他就被他的文章 他就撤了嘛 那所以就是可能 我們今天有一個人都會跟我說 你再等等吧 所以我每次義憤填膺的時候 我就會再等一下就說 因為可能我的個性就不要不是那種 可以一針見血的講出 很痛快淋漓的批評的人 所以我就會再等等 那當然真的 臉書是雙面刃吧 就是當然也 我也有因為臉書造成一個現象就是說 知道我寫戀愛課比知道我寫小說的人更多 這件事情 有的時候 比較在意的作家應該就會很在意吧 可是 我現在就是處在一種 比較不在意的狀態 我就覺得 因為我的小說真的已經多到一種 你難以忽視 我是有寫小說這件事實了吧 我就想 所以我只要好好的寫小說 然後 就算我還是有寫一寫戀愛課 我想 我總不至於有一天 真的被當作戀愛教主 而不是小說家吧 這個 陳佑老師有個微博帳號對不對 叫小說家陳雪 這個各位可以去 我會用嗎 可以用嗎 可以用嗎 沒關係我們還有一些大陸來的朋友都歡迎去追蹤 對對對大陸的 其實他跟我的臉書也都是完全一樣 我這個人所有 曝露出來的東西都是一樣的 我們最後一個問題 可不可以留給問陳佑錦老師的問題 這邊請 想問那個就是說 那記者這份職業是意外之群嗎 意外之群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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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意外這件事嗎 對 好 我來想一下 反應 因為大家都說小時候不讀書長大就會變記者 然後現在下臉 真的鄉民都很流行這一句話 對我已經無法 我沒有特別認真去考慮這件事情 因為大家都很喜歡罵記者嘛 然後另外一個是那個記者都在寫小說 然後就罵記者 YES我符合後者的下臉了 對對對太棒了 然後可是所以這是意外嗎 我覺得好像也不完全是意外 因為剛剛我在說 我對於自己的 自己的爸爸媽媽感到很好奇 可是我好奇的方法就是去問更多部分 不一樣的人 結果我問出來發現這些人 跟我也沒有什麼共同之處這樣子 然後就發現這是一個 我原本應該說很意外 也是一個意料內的解答吧 怎麼可能有誰跟我是一樣的 就算我爸爸媽媽在生了一個 我的弟弟妹妹 他肯定也跟我想法也是不一樣的啊 那所以記者這件事情 我覺得一切都是要歸因於 我覺得自己實在是非常喜歡問問題 然後喜歡問問題喜歡到就是覺得 啊就是這種東西應該也算是我的一種文字作品吧 我也會把當作我自己的小孩來看 所以呢我現在小說就寫比較少了 嗯所以那我覺得台訪虛構的跟非虛構類的作品 對我來說我覺得都是要負責任的東西 我本來也很擔心說嗯 嗯開始寫台訪開始寫紀實的東西以後 我會不會就比較不想寫小說了 發現啊別人的人生才值得活啊 就是這樣的見解才是質地有生啊 後來我發現不會 我覺得當我在訪問各式各樣的人的時候 我心裡在想還是別的問題 就是在想說嗯那如果是我的話會怎麼樣呢 對我來說那這個地方對你來說是一個痛苦的地獄 對我來說可能就是一個樂園 我覺得我的腦洞應該還是比別人大的 所以呢我還是會繼續寫小說 雖然還是慢一點點吧